团本武器和手势到底该不该立刻继承 兄弟们最新消息 下周我们可以连打两次团 因为8月14日也就是周三会重置团本次数 所以只要勤快点就能连番六次排 这也就意味着下周我们都能毕业团本武器 但是先别急着高兴 虽然团本装备是目前的天花板 但是这些装备却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穿得起养不起 我们来简单感受一下 55级史诗从强化10级开始 不仅碳消耗量提升了10% 而且用斧强化时还会一次性消耗两张 也就是多花两万太郎 如果说50级史诗的强化是一个大坑 那么55级史诗的强化就是一个无底洞 这种迷惶惶惶的坑我们最好不要去踩 所以我的建议是 强化20前最好不要继承55级团本装备 我说句实话 接下来一个多月我们也就是斑斑砖打打团 这个阶段团本装备根本就不是钢具 你戴上之后提升量并不会很大 但是强化资源的代价却是惨痛的 另外继承只能从50级变成55级 如果后悔了可不能往回继承 因此大家下决定前请一定要慎重 当时侦探就是一时上头把手拓给继承了 现在想到就是后悔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补救呢 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啊 那就是制作升级后的马戏团装备 注意不为不要搞错 继承了手拓我们就做马戏团手拓 继承了武器我们就做武器 这件装备呢就等于是一个中转战 因为精马戏团是唯一的55级粉装 它可以和团本装备互相继承 精马戏团做完之后 我们就先把团本装备的强化等级 继承到马戏团上 这个时候可以顺手继承一下50级史诗的词条 然后我们的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 直接把马戏团强到20后再继承回去 这样做的优点是省一辆修训服 并且比较省碳 缺点是继承回来之后是强化17到18的 后面还是要应对无底洞 所以不是很推荐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把马戏团分解掉 回收一部分之前的碳 再重新强化一个50级史诗 等强化20之后再来继承 虽然看起来很亏 操作还比较麻烦 但是这种方法是比第一种更省资源的 50级史诗继承55级 也只会掉半级左右 所以综合来看我更推荐第二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哪种补救办法 我们都会亏掉大量的资源 这个时候就不如稍微等一等 晚点继承团本装备 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没了过早的继承 那就不需要事后的补救 所以真正的解决办法 还是要管住嘴 而不是是管住手 毕竟天天斑探有多辛苦 我们比谁都清楚 最后祝大家都能全神二十 强化一次成 我是神探 DNF十年精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